好 国际间大家所关心的焦点是针对了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格金丧生的坠机事件 俄罗斯总统普丁首度打破了沉默表达哀悼之意 他首先先向所有罹难者的家属致哀 并且形容这起事故是悲剧 并且表示死亡的瓦格纳成员在对乌克兰战争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不会被遗忘 好 至于普里格金犯过的错误 但是也取得了成果 好 普里格金呢 根据了解这个礼拜 他自己声称人是在非洲 同时瓦格纳集团在非洲也是有庞大的军力的 好 因此发生了坠机事件之后呢 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到底谁杀了普里格金呢 因为包含在飞机上 不只是他所有瓦格纳集团的这个高级的首脑 还有高层全部都丧命了 大陆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就说 这个神秘的坠机背后是有九种可能性 好 包含了乌克兰按下杀手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俄罗斯的军方痛下杀手 还包含了金铲脱壳之际等等 好 当然呢 这一回发生了这个坠机意外事故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下各界的分析 前海军舰长吕李施就认为 这架飞机是被破碎片攻击的 以至于呢 这架飞机所有的飞行控制系统全部都失控了 然后大部分的残骸就会坠落 小部分的残骸则已经被破片给切割 普丁会有这一层一层的顾虑 非处理不可 对 现在虽然把它放到白俄罗斯 让白俄罗斯来监管 可是也就是让普利格金他的戒心 可以慢慢慢慢的消除 那当它消除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 然后大家觉得这件事很正常 而且我们是要飞出莫斯科 感觉好像是比较安全 没有 该确认张三 李四 王二 马子 是不是普利格金 是不是上飞机的都已经清点 你看这个飞机掉的方式 它应该就是绝对是人为嘛 对吧 对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飞机坠落的方式 它为什么不是在空中爆炸 而是它会这样这样子碎片掉落 也就是说它使用的不是碰撞 它是进炸 那就是进炸 就是使用碎片 破片 破片攻击这架飞机 这飞机里面有炸弹吗 没有 就是当我破片攻击之后 那它就等于是让这架飞机 它的所有的飞行控制系统 全部通通都失控 然后它就 然后它大部分就这样子 大部分会坠落 小部分已经被这些破片 给切割了 我个人的研判它不会解散 因为俄乌战争事实上来讲 到现在还没有告一段落 那他们最主要是把它全部集合起来 然后重组 然后由那个俄罗斯国防部 然后派部分的人员进驻 那大部分还是由瓦格纳的人员来指挥 然后因为这些佣兵 他是领钱的 那他领钱的话 那他的战功跟他所可以领到的金额 事实上是连结的 但是如果说现在要派当前一段时间 由俄罗斯直接征兵来的 这个那个俄罗斯的兵员上场的话 他的技巧 而且他的决心全部都不如瓦格纳 所以他不会解散瓦格纳 而是把它重组 那么 那这个决心 现在就 council了 но庆路上 不合理 逆